這個網站就是build.phonegave.com 然後進來因為上禮拜我們已經有傳一個 請各位要記得因為他只有一個免費 所以怎麼辦呢你要把旧的刪掉 那怎麼樣把旧的刪掉 看到你這個名稱旧的這個名稱請你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下方會有個setting 點他之後點他然後setting settings這邊把它點下去 再拉到最下方 會有個deleter 點下去之後的話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呢你的雲端就空下來了 因為呢只有一個免費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多幾個啦 10個是好像一個月要 9.99 大概10塊錢美金 如果你不要的話OK然後這個地方記得重整一下 你清掉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重新整理因為他有時候你沒有重整 他好像會出一些錯誤 重整一下 Upload 我們剛剛的那個App在桌面上 那我就把剛剛那個102App 把它上傳上去 這個應該是一個 ZIP檔 開啟 那Upload Upload之後的話呢 他一樣會出現 Ready to build 那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比如改一個名稱 比如說 P102App 好了OK 底下敘述 我想看你需要打 如果沒有打 Ready to build 他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幫你建立 那 iOS因為 你需要有一個 需要一個 這個Apple的一個開放人員的 帳戶 你才有辦法 把它變成那個 在iOS iPhone iPad上面可以安裝的 那不過 這個 Android手機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這個地方如果 如果灰色表示還沒產生 等到特別注意喔 等到他已經產生的話 會是一個藍色的一個 小機器人 那我們要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我們繳交的時候要繳交一個 ZIP檔 加一個什麼 APK 那APK檔怎麼產生的 特別注意喔 APK這個實際上 是安裝在手機裡面的一個程式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點它一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下方是會出現一個什麼 下載的狀態 那實際上 你點它之後 它就會幫你 下載成 就是說 這一個的 APK 有沒有發現 點它 它下載下來 就是什麼的APK 那將來 你們要繳交就繳交這個 名稱的話 我看你就 自己再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102APP 這邊把它改102APP OK 後面的話 把它刪掉 留APK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將來 你要讓人家安裝這個APP的話 把這個寄給它 Email寄給它 它收到 就可以安裝 在它手機裡面了 OK 大概會有這個部分 就是 刪掉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下載 APK 繳交的話請你繳交 兩個檔案 一個是 這一個 一個是 這一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變化題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 跟這個 不過記得變化題 不要用中文的就好 你自己在 轉換英文的 OK 畫面還給各位 今天的話我想 因為 這個時間 關係 所以 沒辦法 超過一點時間 所以請各位 下一次 記得 就是說 這兩題的變化 就是一個是 102 APP 一個是 102的變化題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繼續看 106 106的部分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喔 OK 106